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想讨论一个常见的问题 就是我们种的东西,为什么有的长得慢,长得瘦小,开花少,结果少 这是为什么 那么我们来看我们家的三棵avocado树 那么当时呢,我们买了三棵avocado树 那么有两棵呢,是在一个nursery买的 就是里根nursery买的,当时买的呢,比较贵 那么这两棵呢,一棵都将近一百块 而且个头也长得蛮高,粗壮 当时呢,这两棵呢,一个是hash品种 一个是福尔泰品种,那么这两棵呢 我们当时买的最贵 所以说呢,我们当时呢,就给它土壤呢 就特殊处理 那么我夫人就挖,要求我挖一个很大的一棵洞 然后我们装了很多的这个树皮,树根的那种营养,营养土 我们放进去,那么所以当时呢,就特殊处理 对这两棵就是特别的,就是给予了充分的营养 和特别的对待了一下 那么一个星期以后,我到Costco买东西 然后我看到另外一棵hash树 虽然它不大,但是29块钱还是蛮便宜的 我就想,哇,因为这个我买了两棵树 一个是福尔泰,是B品种 一个是hash,是A品种 它们两棵树呢,栽在一边一个 然后中间隔了一棵大的,自重的avocado树 那么那个福尔泰边上,我就想 哇,我是不是可以买这棵小的hash品种 然后我放在它的福尔泰边上 这样的话会让这个福尔泰将来受粉 会受得比较充分 所以说我就这样想 我就把这棵hash买来了 买来以后呢 我就把它种在了这个福尔泰的边上 主要的目的是 想让它去给我的这个福尔泰贵的家伙 贵族给它受粉 用的 然后我就 所以说呢 也没有特殊的对待 当时就挖了一个小坑 然后给它 把它塞进去 然后把它 盖上涂就OK了 只要不死 它给我开花 到时候就 结果 然后就 给我这个福尔泰 就可以受粉 所以当时的目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所以买了这棵hash 那么五年以后 结果是怎样呢 我们可以看到 五年以后 这三棵树 那么两个贵族 就是最贵的这两棵贵族呢 一个hash 涨得非常的瘦弱 矮小 非常的慢 而我那棵没有特殊对待的 那个从Costco买的便宜的那棵hash呢 却涨得茁壮成长 它的个头是这棵贵族的将近一倍 然后它的这个树干的粗度呢 是那个树干呢 五年以后 它的直径是两寸 而这棵 这个从Costco买的这棵hash呢 有三寸多 那么就这样的一个差别 就是说这棵树长得非常的旺盛 非常的好 而那棵贵族呢 却涨得非常的慢 那究其原因呢 我就仔细最近 就仔细研究以后 我就发现 那么我们有几个方面的问题 那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hash品种 它的根部不发达 所以造成了这棵hash树长得慢 它的根部 那么怎么不发达 就是因为 我们在这个树 当然这棵hash树和别的树 靠得太近 那么它的这个根部 可能受到别的树的 这个根部的干扰 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 更重要的一个方面 我们它实际上就是根部 有一种现象 叫现象 就是说 我们当时特殊处理了 而这种特殊处理 就是让我们树根 根部比较树皮的东西 很松软的东西 很比较多 而这个没有经过特殊处理的那个树呢 它的土质就含的比较多 如果放树皮 树根的比较松软呢 那么它的这个树呢 实际上它的这个树的这个 叫做酸性增加 那么酸性增加的呢 这棵树它是 从而改变了它的酸碱度 这样让这棵树呢 就变得酸性土壤 所以说也限制了它的这个根部的发展 也就是说根部 它喜欢的是比较有一点碱性的土壤 第二另外一个方面 它喜欢有土 也就是说在根部呢 它最好的就是生长期间呢 它需要有土含的比较多 而这个你如果想让这个土壤比较松软 往往适得其反 那么这也是我们种植者经常犯的一个错误 就是说我们想让土 让它很松软 那么它很松软 这样的话就让它长 就是它在松软土地上 它会长得好 实际上是适得其反 那么这是一个方面 就是说根部的发育受到了限制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光线 Sunlight 一般我们指Full Sun 也就是说全日全部阳光 我们都可以接受到的这种环境 叫Full Sun Full Sun呢 它一般来讲呢 它就要有十万个Lumens 也就是十万个光束的这种照相 那相当于多亮呢 就是说相当于有100多个100瓦的灯泡 这样在照射 那么这样的环境呢 它才叫做一个Full Sun 那么我们如果旁边有折挡物 有树 这样的话就会造成这个光线的减少 而光线的减少呢 都可能影响到这个树的生长 特别是光线当中的Blue Light 因为Blue Light 实际上是一种紫外线 一种紫的或接近紫外线的这种光 它对树的这种光合作用 特别的重要 如果你这个Blue Light被折挡了 那么这个树的发育和生长就受到了影响 那么在这棵树旁边呢 就是相对的有比较高的树 而这个那棵树呢 旁边呢 那棵树相对的就比较少 就是没有人阻挡它的光线 这样的话 这个树啊 它喜欢有Blue Light 如果说是有紫外线阳光照的比较多的地方 然后它就会这个新陈代谢 就是Motablism会增加了很多 那么它的新陈代谢就会加快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个太阳的光线 也是决定了这棵树 长得好 You know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么再有一个因素 就是我们的这个Nutrin 也就是营养 发育的过程当中 如果说是你的那个Magnetion不够 就是说在土的在里边 如果你相对的增加了一些其他的物质 比如说氮磷甲这些方面 而这个Magnetion这部分相对比较少 实际上它的这个酸性反而增加了 也这样的话会让它的根部发育呢 也受到了影响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我们希望树在温度高的地方生长 我们希望有风 那么风呢 可以加速树叶的新陈代谢 但是如果说是你这个风往往太凉的话 就是说有温度差别的话 比如说这棵树在树的后面 然后它阻挡了一部分凉风或者你建筑物 阻挡了这个温度 这个凉风的直吹 这样的话会让那个地方相对的温暖 这样的话 它也会相对温暖的地方 它的树就长得特别好 而这个相对酷的地方 就是风冷的地方呢 它的这个就长得就不如这个暖和的地方 所以说呢 这也是受到了这个风的影响 那么主要是也 总而言之吧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树啊 长得好 我们需要根部发达 那么根部发达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就是说我们要保证有足够的土壤 而不一定要 要减少 要减少它的酸性 而增加它的减性的这个土壤 另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要保证阳光 就是阳光充足 它可以长得好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温度 温度暖和 湿润暖和的地方 那么树长得好 还有一个方面 就是我们的酸碱度 也如果说我们希望 就是树有一个 碱性的土壤的环境 那么它就长得比较好 而酸性土壤过多呢 它对它的这个生长就有影响 好了 谢谢大家收看 今天有关树的生长 为什么有的树长得慢 若开花少 结果少 希望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的连结键 订阅 转发 点赞 和收藏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